接下来进入到派对拍一拍 两队分别派人参加各类竞技项目 参赛者既要完成运动挑战 也要想办法拍出好看的照片 每位选手如完成挑战 可获得两分的竞技分 照片更胜一筹的 由王一博给出三分评审分 最终得分高的一队 有资格进入密室投票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分组状况拍照大赛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 就是最会拍照的男朋友王一博 大家好 他还敢来 你看有一个人已经站起来 他最不愿意 他有做是不会站的 他今天居然站起来了 大家放心 今天王一博不用拍 他只点题 因为上次拍照太难看了 这次死活不让我拍了 上次不是难看 是丑 但是我必须要纠正一下 王一博是很会拍照的 我们看一下王一博 在他正常发挥的情况下 他拍的照片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来 我们来看大屏幕 哇 其实摄影师最重要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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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会放这个贴走 下一张 我的天啊 好 下一张 我就说还有个横板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星星永远是在地上的那一个 接下来的比拼 大家一定要努力 因为我们今天会以获胜队的名义呢 去做今天的温暖 由你快乐出发的工艺 我们今天要帮助的是 大连的导盲犬 哇 这个想法好不好 非常棒 第一个项目是帅气投篮 摄影师会在投篮的瞬间拍照 第一轮对战的是张鹤 沈岳 男生先打个样 来 鹤 先上 好 那我先来 准备 准备 相当轻松了 不满日的 行云流水 那现在把球交给沈岳 沈岳加油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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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真的好可爱 沈岳的那个背影 特别像五岁 帮你帮你 张鹤哥哥帮你 来 三 没事吧 刚才这组画面是这样的 沈岳扔了球 张鹤扔了沈岳 然后球又砸了沈岳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鹤的这张照片 好帅啊 我的天哪 好帅啊 我的天哪 空中飞人的感觉 这张照片最惊艳的是旁边的吃瓜群众的 旁边孙威龙看热闹看的海桃 海桃 哎 等一下 说好的拍张鹤呢 你们一个一个在那 好 我们下面看沈岳的照片 来 请看 我觉得很喜悦啊 沈岳 不要得罪摄影师系列又多了一个新照片 沈岳手指又这么长了 叮叮叮 各位远方的宋伟龙表情跟上面那张一模一样 没有变过 我们的评审王一波你更喜欢哪张 我觉得刚才我看那张照片 我觉得我会选沈岳 为什么 因为我确认过眼神 你就是我要投的人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我会剪转身 我没有想到他的理由用一句歌词就打发了我们 好 最后我们派出的是陈飞宇 我们派出的是余文文又来了 因为我是想隆隆坐在这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文派出隆隆 首先是陈飞宇的投篮时间准备 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 不要紧张 再一次再一次 来 掌声给他 这好帅啊 好 下面容到宋威龙 开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陈飞宇同学的照片 这腿就长了 这就是灌篮高手的样子 超级有动感 还有那个乔丹那个标志的感觉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隆隆的照片 天呐 他在飞 完美的侧颜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角落里面宋威龙的位置 这里真的很好 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做做的星星 那好 我们先来投票好了 确认要隐身 太帅了 太帅了 比我帅 龙龙有什么话要对王一波说 帅 无话可说 哇 好 那王一波要把这一分投给谁呢 我要把这一票 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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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鱼 飞鱼 颜值报表队 颜值报表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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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我说了最后一句吗 对 没有 没有 我觉得你是在夸我 我跟你讲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还有第二轮 下面这轮你们可以拉回来 好不好 第二个项目是转圈抛人 男生原地转五圈后 抱起女生扔过肝 摄影师会在扔的那一刻拍照 男生女生的表情 都要送入考评成绩 龙龙 你要注意 你也是考究范围之内 龙龙又坐在他那儿 是的 好 你们这一对手 先要派谁和谁 扔的那个人肯定是余文文的 他太强了 我们就不要犹豫了 不要犹豫了 就是看谁是被扔的是不是 这样吧 文文我们站牌吧 你就过去挨个人扔我们 就这样 第一轮我们派的是 胡宣旭和沈岳出战 你们呢 我们第一轮派的是 赫赫跟吴欣 你有什么要交代先续的 尽力 尽力好吧 不行的话换一下 好 预备开始 一 二 再弯下去一点 三 对 四 好 五 可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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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表情啊 沈岳今天好可怜 来 再试一次 好 可以 表情表情啊 我的天啊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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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线着地儿 太像吴欣了 整个的过程 是不是 是 你们待会看吴欣 他也会适应 他也会适应 接下来 派出的是我们的张鹤 和欣欣这一组 来请就位 年轻组和老年组 是 你们待会看吴欣 接下来 吴欣 你是什么时候 把我的外套穿在身上了 你是有多冷啊 好 来 准备 开始 好标准啊 一 二 到底是空降兵 三 四 五 走 反转 一模一样 真的一样啊 月月 这就是你妈妈心性 来 各位 给我一点时间 我来访问一下这块砖 你怎么那么硬邦邦的 不是啊 我觉得直着下来 会比较有线条 好看 我跟你讲 在你被扔下去 那一瞬间之前 整个都是完美的 张鹤整个的转啊 包括他的身材啊 然后那个 还抱起来 那很帅的感觉 扔的感觉 都非常完美 一扔你 一坨钢板一样 你知道吗 一坨钢板一样 你知道吗 刚才导演 给了我一个牌子 我不懂为什么 他说可以看一下 吴欣刚才这段的高速 他有什么可看的 这有很有高速吗 我们看一下吴欣的表现 标准的白眼 生无可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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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哎 我出五十块钱 我出五十块钱 我想再看一遍 可以吗 求你了 我再看一遍 我们来看照片好不好 第一张是我们仙旭 和月月的这一张合作的照片 来 请看 哇 还在举重一样 不是 我觉得胡仙旭在做烧烤 烤的是沈月 像不像那个串上去的 但是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好 当然我们有空也看一下宋薇龙 接下来看一下吴欣的这一张 来 请看 选一张好一点的 好一点的就选我给你拍的那一张 你不要说话了 非常好 我个人觉得就是体现了那种竞技精神 这样的照片 我们俩特别像表演那种杂技 漂浮那种 对对 你看真的是 好 这是这一组 我们来听听看王一博 我觉得 欣姐在这一个运动赛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我觉得吴欣其实表现的一种人生哲学 就是当你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要挺过去 所以你投给吴欣和张鹤这一组对吗 对 好 恭喜 恭喜 最后呢 我们要派出的是 陈飞宇和周杰囚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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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好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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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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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确认过了 确认过了 确认过眼神 我与三对的人 我会见春生 爱情陷入红尊 我想问一下张鹤和欣欣 你们俩刚才互动的时候 有交流任何的话什么之类的 走你 走你 走 再来一盘 再来吧 走你 走你 下面 宋威龙 余文文 预备 开始 一 二 快 二 三 四 五 对 反转一下 好 来了 好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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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我觉得我们的钢铁勇士余文文化成一个瓷娃娃 钢铁勇士余文文化成一个瓷娃娃 好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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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少女都是这样的开战 好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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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 好温柔 听下王玉柔对这两张照片的点评 哎 这一票 确认一下每个人的眼神 好温柔 宇文文送威龙 宇文文送威龙 我真的要解释一下 我们 来来来来 他要解释一下 我们不听他的解释 好 为什么要推给他们 因为刚才他们在过杆的时候 大家应该也都发现了一个细节 就是威龙其实很怕文文会摔下去 他误会了文文摔不怕 我觉得其实王毅博是一个很好的评委 经过他的一番努力 他投成了评局 他用自己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证明自己好像没有来过 好不好 不得罪人 期待下一次再过来吧 可以的可以的 好 既然双方打成了评局 场面有些尴尬 我们就用无心的那一段慢放 来结束这个环节 好不好 来 大家再看一遍 怎么用了 不要再放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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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 那我宣布 因为大家都打成了评局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进去投票的权利 我们再一次谢谢最会拍照的男朋友王毅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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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圆 跟他现在接触的机会还比较少 我很想跟他交朋友 宏浩 感觉跟他做朋友一起交流的话 就可以这样看到 三位龙 因为他刚刚很绅士的把我放在垫子上 没有摔倒过 活泼 就比较话多 对 就可能会比较聊得来 周杰琼导师 跳舞不容易 投给文文吧 我觉得还蛮暖的 对 投给飞鱼包 长得好看 是很好的兄弟 投给沈月 坚持不懈的想把这个球投进那个框里 这种精神值得佩服 余文文 没法惹 不敢惹 惹不起